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历史背后一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。 中国的撤侨行动让全世界羡慕,每次外国动荡,国家总能第一时间将国人撤出,但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,就曾经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撤侨行动,俄国十月革命,沙俄被推翻,但是残余势力仍然在抗争,美法英等国家不愿看到俄罗斯政权改变,成为他们自己的敌人。 于是出兵干涉,战争一触即发,白俄军队因为已经失去了大城市的掌控的能力,所以都盘踞在西伯利亚地带。 而我国大批前往俄国务工的经商的人都处在西伯利亚,这里的华侨多达百万人,如果战争爆发,后果不堪设想。 这些华侨开始给国家发电报,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救援,将他们从俄国带回国。 当时中国正处于那一段,北洋政府的军阀们打得不可开交,但是当听到自己同胞遇难,所有人放下了武器。 一致对外,最先行动是在北洋政府的海军海中号,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,海中号一路开到了海深围,然后直接出兵负责保护俄国人民,极大程度地保护了华侨的安全。 山东等地更是积极安排华侨接待任务,将海中号运回的华侨尽快安置。 离俄国最近的张作林也发表声明,不惜一切代价解救中国遇难同胞,驻海深围的中国领事也发来电报,希望北洋政府进一步加快行动。 当时中国对俄国实行粮食禁运,但是为了缓解海深围中国华侨的粮食压力,中国对俄开放,所有运粮车直接可以前往海深围,在打得最厉害的伊尔库兹克,中国的官员更是不惧危险,积极联系前往国内的火车,接送桥林。 白鹅仍然不想放走中国的桥林,他们想从中国桥林身上略夺财产,正是烧杀路略无恶不足,北洋政府任务可忍,决定立刻出兵。 中国的华侨自觉地组成了商队抵抗暴力侵犯,海中号舰长被任命为代将,陆军第九时时抽掉四千余人,骑兵,炮兵,步兵,资重兵,工兵全部聚集。 浩浩荡荡地前往西伯利亚,保护华侨安全,有了军队的支持,华侨士气大战,积极联系驻俄部队前往救援,在驻俄部队无法到达地区。 中国领事馆秘密给他们购买武器弹药增强自保能力,等待驻俄军队的救援,但是白鹅仍然不断骚扰中国华侨,面对如此的挑衅,中国军队不顾外交协议。 开火抵抗,开始动用武力撤出侨民。 在伊尔库斯克的前线,中国军队抢了三万华侨,北洋政府在此时为了保护中国军队的安全, 用济南号运输舰将江亨、利杰,利随三艘炮艇,和利川武装托运船运到了黑龙江,同时中国收回三江的防权, 并协同俄国军队打击日本领事馆,俘虏了130名日军。 在同胞威邦面前,所有人放下私利,共同维护国家权利,只有国在家才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